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說,什麼是龐氏騙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自疫情開始之後,就有很多投資騙案 什麼交友騙案這些 很多時被騙者被騙的今天 少至幾百,上千,過萬,幾十萬,幾百萬 甚至過千萬都有的 那究竟這些騙徒當中用了什麼套路去騙這些人? 而這些人為什麼這麼容易上當呢? 其實受騙者有時候他們中了龐氏騙局這個套路 那什麼是龐氏騙局呢? 龐氏騙局英文叫Poncy's Game 意思是指非法性質的金融詐騙手法 是一個著名的代表案例 當時發生在20世紀初的美國 他吸引投資者並利用後期投資者的資金 向早期投資者支付利息 時至今日,龐氏騙局的各種變體 例如,資金盤呈壓式直銷 依舊存在在金融市場裡 他的運作模式多以投資名義 給予高壓回報,有事受害者投資 看起來與一般的證券基金模式並沒有區別 但在龐氏騙局裡 投資的回報是來自於後來加入的投資者 而非公司本身透過正當投資的盈利 也就是拆東場補西場 廣東話俗語的說就是掃掃掃掃了 透過不斷吸引新的投資者加入 以支付前期投資者的利息 通常在短時間裡獲得回報 而繼續吸引前期投資者 再逐漸拉長比息的時間 隨著更多人加入,資金逐漸入不付出 直到這個騙局泡沫爆破的時候 後期的大量投資者就會蒙受金錢損失 龐氏騙局,這個詞是來自美國一名意大利移民 查爾斯·龐氏,他在1919年開始策獲一個陰謀 成立一間空殼公司 並且欺騙人向這個事實上只虛烏有的企業去投資 並且承諾投資者將在三個月裡得到40%利潤的回報 然後龐氏就將新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 支付給最初的投資者,以引有更多人上當 由於前期投資者的回報封後 龐氏成功地在七個月裡吸引3萬名投資者 這場陰謀持續一年後便被人擊破了 說回查爾斯·龐氏這個人的故事 他在1903年移民到美國,從事過各類工作 包括做油漆工人這些粗重工作 他曾經在加拿大因為做文書而入獄 在美國阿特蘭大因為人口販賣而要復應 龐氏發現最快賺錢的方法其實就是金融工具 他在1919年開始,龐氏隱瞞了自己的過去 並抵達麻省波士頓 他這時設立了一個投資計劃並向當地人兜手 他的投資計劃是這樣的,就是投資某樣商品便可獲得高額回報 但龐氏刻意把計劃搞得很複雜 令一般人難以觸摸 去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 世界經濟體系混亂 龐氏趁混亂放出消息 他宣稱購買歐洲的國際回信郵票券 再轉賣回美國便可以賺錢 國家之間由於政策和回律等因素 很多經濟行為一般令人難以得知實際情況 但龐氏宣稱 所有投資在45天內都可獲得50%回報 而且他被最初一批投資者在規定時間內 取得他承諾的回報 於是後面的投資者大量跟進 就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 差不多有4萬多名波士頓市民 變成龐氏的投資者 而且大部分都是懷抱著發財夢想的窮人 龐氏一共收到大約1500萬美元的小額投資 平均每個人投資幾百美元 當時龐氏給一些不知道頭不知道老的美國人 稱他為哥倫布馬可尼 齊名的最偉大三位意大利人之一 但在當時某個金融專家揭露了龐氏的投資片稿 龐氏還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反駁 直到1920年8月 龐氏宣告破產 但他所收到的巨款 如果按照他的承諾 可以購買幾億張歐洲郵政票券 但事實上他只是賣過兩張 之後龐氏騙局就成為一個專門名詞 意思是指用後來投資者的錢 回繳給前面投資者當作回報 龐氏被判處五年的刑期 出獄後他又做了幾件類似的金融詐騙 他因此而要坐更長的監獄 直到1934年他被遣返回意大利 但他竟然又想到一個辦法去詐騙默索里尼 但無法請 直到1949年 龐氏在巴西的一個善堂去世 死時他身無紛紛 講到這裏 這個故事的教訓就是 時至今日很多人都繼續利用龐氏騙局去騙人錢 你看到報紙上有很多人都被這些類似的騙局手段 被騙上數百萬的金錢 大家知道多些就有機會防止被受騙 今日的分享到這裏 下一個議題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